這兩個禮拜,如果各位,我們就以你們來,這一期就以你們來當作一個猜中、採收者 然後下一期,也許還有另外一個班來做這個區塊 男生後面,男生後面 那是藉由各位的一個掌聲,我們先歡迎一下我們 好來,各位小朋友好喔,我是蔬菜姐姐,是不是覺得很有趣? 因為蔬菜姐姐平常都是在幼兒園教小朋友種蔬菜 那呢,你們是我第一個就是分享的國中的同學 那今天呢,就是很幸運是你們班喔 因為這個水跟蔬菜,你們平常有沒有自己種過蔬菜或種過水果 或種過植物有沒有,有對不對 那禮湯都是種在哪裡比較多? 對,種在土裡面 那這一次呢,蔬菜姐姐帶來的這個叫做水跟蔬菜喔 就是用水的方式去耕種的蔬菜 那水跟蔬菜呢,有幾個比較特殊的部分 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個水跟蔬菜呢,它下面呢,都會有一個鹽棉 你摸摸看,等一下你們每一個都可以拿到自己的蔬菜 你可以試著摸摸看 等一下你也會摸到它本能喔 是不是軟軟的喔 那它呢,不是海棉喔 它叫做鹽棉,鹽石的鹽,海棉的棉 那這個呢,它叫做農業用的鹽棉 那我們的種子啊,就是把它塞在這個鹽棉裡面去生長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鹽棉呢 因為鹽棉啊,它比較特別 它的成分呢,是石灰鹽跟灰綠鹽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兩個? 石灰鹽跟灰綠鹽 沒有的話,等一下回去Google一下喔 那它的石灰鹽跟灰綠鹽在1600度的高溫下 石頭在1600度高溫會變成什麼? 它會變成熔岩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火山爆發有熔岩 它就會變成熔岩喔 那也是像小朋友講的很棒,是紅色的熔岩 那呢,它在高溫下啊,變成熔岩之後呢 它透過攝背啊,就是攝成絲 一絲一絲的 所以它這個呢,是一絲一絲把它締織起來的 然後壓成塊,我們的種子是種在裡面 那為什麼要用鹽棉呢? 第一個它有高溫呢,高溫可以怎麼樣? 殺菌 對,所以它比較不會有 比如說長黴菌呢,它有殺菌的功能 第二個呢,岩石裡面有什麼成分 有沒有小朋友知道? 超光質 喔,非常棒喔,它有礦物質 對,好,所以呢,它除了有礦物質之外呢 它還有高溫殺菌 所以它在保存水分啊,保存營養的部分 其實都會比一般的海綿好 所以如果你們有機會去超市 有看到水跟蔬菜 大部分都會用紅色的海綿來摘種 那海綿呢,其實它可能沒有像鹽棉這樣子的保水度跟保肥 還沒有辦法提供化物質 那最棒的是呢,我們要環保,要愛地球對不對 這個蔬菜如果長大,我們把它採收之後 這個鹽棉是可以放在土裡面的 它是可以被大自然分解的 所以呢,這個鹽棉呢,是這個水跟植物上 比較特別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呢,水跟植物呢 它是種在後面的那個雞排上 那這個雞排呢,它比較像科技農業的概念喔 那這個雞排上面有72個洞洞 也就是我一次可以栽種72顆蔬菜 我們這邊有幾個小朋友 你們幫你們幾個? 26個 喔,26個,好,那你們可以種伴做蔬菜 你們都把它種在前面 這樣你們如果有空經過教室 都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蔬菜有沒有長大 那這個呢,水跟蔬菜的家呢 它上面有LED燈 那每一根燈的燈管它是18瓦 你們會不會算數學? 18瓦喔,那每一天它會光照16個小時 那它後面有一個定時器 所以它16個小時之後就會關掉 通常我們在早上7點會照到晚上11點 它會自己關掉 那因為植物照光是形成的作用 喔,對,那沒照光的時候咧 欸,欸欸欸欸 好像味道 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 喔,對,呼吸作用 好,所以呢,它是16個小時光照 好,然後剩下的時間呢 就是沒有光照的部分 那它下面有一個水箱 那我們平常在土耕的時候 澆水啊,是不是要澆到 比如說,稍微你的植物 可以埋到它,或者是有點溼潤 那這個它是水循環的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不太需要關注它 水要加多少 我們只要把下面的水加滿 它會有旁邊的小水管 它是會輸送這個水分到每一層樓 喔,所以它是一個水循環的系統 所以它的照顧非常簡單 一個禮拜之後啊 在下面的水箱幫它加水 就是補充水就好了 然後再加營養液 我們有兩罐營養液 就是各加200cc 那到時候我們看 誰要來負責這個營養液 那加進去 在14天之後它就可以變成菜 好,就可以採收了 所以這就是水跟蔬菜很科技的地方 因為它把你的光 把你的水都把它設定好了 那垂直耕種 知道垂直 垂直就是往上 垂直耕種啊 就是其實很多歐美國家 他們為什麼要用垂直耕種 因為現在的耕地其實會越來越少 那有沒有小朋友知道有機蔬菜 知道 那你們知道有機蔬菜啊 它是 對,不產農業 但是它種在土裡 所以它也有可能有 重金屬殘留的問題 那它也有可能會有 亞硝酸鹽的問題 那小朋友知道亞硝酸鹽是什麼 我們烤香腸有那個自來物 就是亞硝酸鹽 當你的植物啊 吸收了養分 還沒有轉化成營養素的時候呢 它就有可能會亞硝酸鹽過剩 那水跟蔬菜有什麼不會有的 因為它的光照就是很充足 它可以把這個吸收的養分 變成營養素 那另外一個就是重金屬 那因為它種在水裡啦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一個土壤的部分 有重金屬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水跟蔬菜的優點 那當然土耕也有土耕很棒的部分 那你們可以去比較看看 土耕跟水耕究竟有什麼不一樣 可能它可以就是幫助你們 可以就是去做一個不同的一個體驗跟啟發 那等一下蔬菜姐姐呢 會發蔬菜給你們 你們可以排隊齁 就是把蔬菜的部分種到水培管裡 那種的時候要幫蔬菜姐姐注意一下 這下面有羹齁 這是它吸收水的地方 所以你要拿到蔬菜的時候 記得把它的羹順一下 然後再放到水培管裡 那這一次呢 我們提供的蔬菜有三種 第一個呢 這個很好喝 對不對 葉子紅紅的 你們吃過 剩菜 喔對對 這些都是可以生吃的蔬菜 都是羅曼或萵具 蔬菜裡面就吃它 這個是 藍式紅萵具 最近中秋姐你們有沒有烤肉 沒烤到肉 喔沒烤到肉對不對 那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如果烤肉包這個萵具來吃啊 也是也是蠻好的齁 對這就是我們平常吃烤肉包的 韓式紅萵具 那另外一個呢 這個葉子長的形狀比較特別 它有一些鋸子狀 但是可能可以問問看 那個我們專業的生物老師齁 這個的話呢